看看新闻网 一人除了怕私生活被大家关注 另外也特别怕一个名头 就是假借慈善的名义 从去年开始呢 燕燃天使基金就卷入到了 假借公益的恋财风波中 李亚鹏被扣在头上的那顶假慈善的帽子 一直向团乌云挥之不散 就算这几天自费去英国访问 李亚鹏也难免被问及此事 要说这小半年李亚鹏的日子真的不好过 连连被曝出燕燃天使基金上款去向不明 不过李亚鹏同志至今还没有对一次做出任何回应 让外界很是费解 没想到最近李亚鹏同志去了趟英国 说是考察慈善 期间还接受了BBC中文网的专访 倒是就燕燃慈善的问题开箱回应了 我说燕燃八年来一直在阳光下成长 偶遇雾霾终会有晴天 政府在机器推动民间慈善 要说李亚鹏还真是挺会比喻的 但这到底是不是燕燃天使基金所遭受的一次雾霾 还得等审计报告出来才说了